我很享受在大陆的生活 近日,台湾歌手维里安来到上海参加某综艺节目录制时 接受了中心社记者专访 他表示,自己也数不清是第几次来到大陆 但每一次来都能给他足够的新鲜感 我觉得地大物博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 比如像云南,一下飞机就觉得连空气都很不一样 上海就是很熟悉 因为跟台北的生活方式,气候都比较接近 然后上海街上又有很多台北也有的商家 有时候会突然觉得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台北还是在上海 出生于台湾的维里安 曾获金曲奖第22届最佳新人奖 第26届最佳作曲人奖 还曾为刘若英、郭靖等歌手创作过歌曲 身为音乐人,他一直关注着两岸音乐的发展 在维里安看来,早期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大多来自台湾 比如李宗盛、罗大佑等 但目前,年轻人听的大多都是大陆创作人的歌 华语流行音乐早就把两岸完全捆绑在一起 其实华语流行音乐我觉得早就把两岸就是全部都捆绑在一起了 因为是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情感 我觉得听众早就没有可以去分这首歌是来自哪里 我在台北大Uber的司机也都在听抖音神曲 说起大陆的音乐节目 维里安永远记得那个被中国好声音燃烧的2012年夏天 那时的维里安还不知道他与好声音之间的一段奇妙缘分 正悄然展开 在中国好声音播出十周年之际 也就是2021年,维里安来到了好声音的舞台 我能形容这个节目就是用柔和这两个字嘛 从学员导师评委跨林律的音乐人都在这里集结 那柔和,在创造出新的音乐 维里安感慨,正是因为大陆疫情防控得力 才为两岸音乐人创造了这次聚在一起的珍贵机会 这两年因为疫情,音乐人之间有很多的交流都变成线上的嘛 但是音乐很多时候应该是玩出来的,碰撞出来的 除了参加中国好声音 维里安未来还计划参加更多两岸交流活动 维里安坦言,他很喜欢参加交流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感受来自五湖四海的意 但说着同一种语言的同 体会课本里读到的民族融合,兼容并序 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感觉 我也相信只有在更多的交流,更多元的环境底下 才能让音乐的元素更丰富 两岸音乐人一定能打造出更多的中国好声音